今天我们开启一本新书《费文丽》 《费文丽》是乱世佳人中美艳灵动 勇敢执着的好思家 是混沌蓝桥中地美浅笑 温柔咸雅的玛拉 她出演的每一部电影都是经典 那接下来让我们跟着做着细腻的笔触 走进影坛一带传奇 《费文丽》的精彩一生 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费文丽》从小就一心想当明星 尽管这位姑娘的品位不拘一格 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 其中包括阅读、绘画收藏、园艺等 但她最热衷的消遣活动 还是留联于各大影院剧场 一旦她迷上某位演员 就常常会把此人出演的某部电影或剧作 看上好多遍 费文的表演天赋可能来自于她父亲 父亲欧内斯特是马术师 但她除了马球和赛马 还喜欢作为戏剧协会的业余演员参加表演 母亲格楚则培养了女儿对文学的热爱 费文特别喜欢拉迪亚德·吉普林的丛林故事 尽管早已烂书于心 她还是会要求母亲给她讲述书中的故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 费文的父亲欧内斯特 找了份为在中东作战的英国军队训练马匹的工作 她的妻女则去了另一个地方 继续享受着优越的生活 在马苏里附近 三岁的费文首次登台亮相 她被选中在汤姆丰迪手之子 慈善晚会上表演小波比 别的孩子都羡慕得要命 1920年4月 费文幸福的童年生活戛然而止 作为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 格楚希望女儿在宗教环境下成长 于是费文6岁时便被带回英国 并嫉妒于伦敦西区圣心修道院 罗汉普顿女校 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 她都没见过她的父母 帝国时代寄居国外的特权阶层 将子女送回国接受教育并不罕见 费文那一代英国影星中 有好几个都有这样的经历 1927年夏天 费文离开罗汉普顿女校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 她在欧洲大陆的一系列进修学校里学习 并塑造自己的大都市形象 在此期间 她习得了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 得到老师们的各种好评 虽然她在巴伐利亚求学的学校 提供了很多去维也纳和塞尔兹堡附近 进行文化游览考察的机会 但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是 是教女子为未来的家庭生活做准备 这就是说身为女子 我不得不学习每个主妇都必须掌握的知识 这不是我想要的 费文在1939年说到 那是帮助我下定决心成为一名演员的诱因之一 18岁那年 费文转而接受另一种教育 事进后 她被伦敦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录取 1931年 费文在南德文遇到了大律师赫伯特利·霍尔曼 那个给她娶了一名费文利的男子 他比费文大13岁 长相酷似影星莱兹利·霍华德 霍尔曼出身于传统家庭 他把费文带入上流社会 并带给她扮其一生的典雅气质和不俗品位 他们于1932年12月完婚 次年费文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苏珊娜 但她并未因为当了母亲就固步自封 我没有选择安逸 因为我知道无论如何 哪怕在20岁时取得了成功 也不该虚度余生 让自己因壮志未愁而抱憾终生 费文说 跟所有的母亲一样 我爱自己的孩子 但我发现只要心怀赤诚 就根本无法放下舞台上的职业生涯 只有遵从自己的内心 1934年8月 费文第一次作为职业演员 在英国高盟出品的影片 《欣欣向荣》中客串《无名女学生》 尽管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片尾字幕 但是她仅凭自己的美貌和一句台词 就在一众演员中脱颖而出 1935年5月15号 当伦敦夜幕降临 人们满怀期待地拥进了 可文特花园附近的大使剧院内堂 去观赏剧院经理西德·卡罗尔的新作 道德的假面的首演 剧情设置在18世纪的法国 随着帷幕的徐序拉开 三位早已成名的主演却渐渐被遗忘了 所有观众的目光都集中在舞台后面 一袭黑色蕾丝装扮的费文身上 她美得令人窒息 此前没人听说过她 不过第二天早上 她变成了伦敦家喻户晓的人物 首演当晚的观众中 有一位电影大亨 亚历山大科达 安东尼·哈夫洛克·艾伦认为 这个匈牙利制片人不仅策划了 道德的假面的上演 还造就了费文 她告诉传记作者查尔斯·德拉辛 柯达曾在自己早期的一部影片中见过费文 现在想看看她能不能驾驭自己的戏 她做到了 柯达认可了费文的表演能力与个人魅力 所以她愿意为她支付五万英镑的片酬 还为她提供每年六个月的舞台演出机会 但由于柯达忙于筹建德纳姆制片公司 导致费文的合约在伦敦电影公司的架子上 躺了一年多 不过与此同时 费文继续锤炼着自己的舞台表演经验 她与艾福·诺维洛及马瑞斯·格林 连妹出演了《快乐为君子》 并在牛津大学戏剧协会的节目中 扮演由约翰·基尔古德指导的 理查德三世中的王后 1936年下 柯达终于邀请费文来扮演 伊丽莎白时代的古装剧 《英伦战火》中的新西亚 她在剧中的情人迈克尔·英格比 由劳伦斯·奥利弗扮演 奥利弗在《道德的假面》中 见过费文 并为她的美貌所倾倒 但奥利弗也承认自己当时 并没有考虑过 她作为一位女演员的能力 不久之后 他们在萨乌伊酒店 烧烤餐厅的大厅正式会面 这在当时成了伦敦演艺界的一大热点 尽管费文在《英伦战火》中 只是个小角色 但她在宣传资料中 被列成了明星之一 她和奥利弗的剧照 表框后 挂在了大厅里最显眼的位置 科达很清楚摄像机 停止转动后发生了什么 而且也希望 把他们打造成一对荧幕情侣 科达鼓励他们 把荧幕中的浪漫爱情 发展到现实生活中 而她也成为了费文 和奥利弗职业生涯中的慈父 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一直持续到1956年 她去世 劳伦斯科尔奥利弗 1907年出生于萨里郡多尔金 是家中最小的儿子 他的父亲是一位吝啬的圣公会牧师 并且是一位令人生畏的父亲 像费文一样 奥利弗的童年经历 对她的性格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 奥利弗小时候觉得自己不被需要 这令她感到深深的不安 她的宗教信仰 又让她无法摆脱内疚感 直到和费文开始婚爱情时 她的妻子吉尔 已经怀上了她的儿子 塔奎因 她对妻子和孩子 维多利亚式的责任感 使她难以割舍妻儿 在他们这段关系开始之时 费文扮演了追求者的角色 塔奎因出生于1936年8月 而在10月 英伦战火杀青后不久 费文就大胆地跟随奥利弗和他的妻子 一起去了卡普里岛度假 而假期过后不久 奥利弗对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就不再迟疑了 但回来后 费文和奥利弗分别跟其伴侣 坦白了他们之间的事 奥利弗在日记中写道 费文6月16号午夜过后离开了家 他们一起搬到切尔西的杜海姆寓所 那里成了他们在伦敦生活近20年的爱潮 由于霍尔曼和埃斯蒙德拒绝离婚 这让两个家庭又断断续续地延续了三年 霍尔曼希望费文在他提出法律诉讼前做好决定 因为隐心的生活在经济上和情感上都不稳定 而鄙视奥利弗也尚未成为一个耀眼的偶像 但费文愿意冒险 在费文的一生中 利霍尔曼对他始终保持着关心和尊重 并且经常在他危难之时伸出援手 为了寻觅乱世家人女主角的完美人选 大魏·塞尔兹尼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海选 这在当时堪称传奇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即 美国上下都像中了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魔咒 沉浸在美国内战和重建时期 关于爱情、迷失与生存的史诗故事中 乱世家人的原著《想说飘》 于1936年5月出版后 如野火一般迅速蔓延开来 收到了来自大众和文艺评论界的诸多赞誉 并斩获1937年的普利策小说奖 到1939年 在美国乃至全世界 几乎无人不知那个伤风败俗的 斯嘉丽·奥哈拉 斯嘉丽是电影史上最炙手可热的角色 参与角色的演员个个都是名人 竞选名单是名副其实的好莱坞名人榜 但直到1938年12月10号 斯嘉丽的人选还是个未知数 就是在那一天 塞尔兹尼克幸运地见到了《绯闻》里 绯闻在1960年说到 我要尝试出演乱世家人时 所有人都说我疯了 但我的确想演 而且我知道我能拿到那个角色 小说《飘》于1937年在英国出版 费文像无数年轻女孩那样 爱上了这本书 并立刻把目光投向了好莱坞 尽管费文遇到很多困难 但他没有被击垮 他知道 他首先需要说服的人 是塞尔兹尼克 他要让他相信 他就是出演斯嘉丽的人选 然后他需要说服的是 导演乔治·库克 很巧的是 英伦战火在美国放映时 库克见过费文 只是没有什么印象 费文非常清楚自身美貌的力量 他请自己的朋友 著名剧场摄影师安吉斯 为他拍摄了一组迷人的肖像照 照片中的他 装扮着斯嘉丽最经典的一个造型 费文想把照片寄给塞尔兹尼克 因为现在 他只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 就能前往加利弗尼亚 然后重新登上舞台 而巧合的是 当时奥利弗在美国拍摄《呼啸山庄》 而费文过去找他 奥利弗便带费文去见他的经纪人 麦伦·塞尔兹尼克 后来发生的是 在好莱坞有诸多版本 以至于分不出哪个是事实 哪些是虚构了 总之 麦伦完全被费文的美貌征服了 于是自己驾车将这对情侣送到了卡尔福城的塞尔兹尼克国际电影制片厂 在那里 电影《乱世佳人》的开头部分已经开拍了 就在雷电华电影公司先前拍摄《金刚》中的史诗级场景 燃烧的亚特兰大的取景地 大卫·塞尔兹尼克终于和他的斯嘉丽相遇了 他后来一再向人讲起他们邂逅的那一幕 惊鸿一瞥 浮生若梦 时至今日 这场偶遇依然让人感叹不已 导演库克在1938年的年度圣诞宴会上 把费文拉到一边 告诉他 他们在一千多人中选定了他 为了出演这个角色 费文不得不推掉先前的一些演出计划 包括要在迈克尔·鲍威尔和蒂姆威伦指导的彩色魔幻片《巴格达大道》中出演公主的计划 此外 他还被迫签了一份合同 要求他在1946年前后 每年必须出演两部塞尔兹尼克的电影和一部《柯达的电影》 他出演乱世佳人六个月的薪水是25000美元 而这只是克拉克·盖博片酬的一小部分 奥利弗控诉制片人的剥削行为 结果却被人责备说 他想自私地阻止费文出演斯加里 塞尔兹尼克指责他说 能演这种一生难逢的角色已经足够补偿他了 他才不会傻得为一个不知名的女演员支付高昂的辛丑 合同条款很不理想 费文和奥利弗还担心接受合同会影响他们两人的关系 因为奥利弗没有长期留在好莱坞的打算 最终费文的坚定战胜了犹豫 只是一位英国女孩被选中出演典型的美国角色 这个消息使得好莱坞上下一片哗然 塞尔兹尼克早就想到会有此风波 他立刻与公关负责人罗素·波维德尔一起着手将他的新发现 从一位默默无闻的英国演员 包装成光彩四溢的好莱坞大明星 当然这个过程对费文来说并不新鲜 因为1935年他与柯达签约时就有过相似的经历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他在公众心中理想的斯嘉丽的形象 塞尔兹尼克国际传媒官方宣传道 丽小姐不论外表特质还是血统 都和米切尔小姐书中的女主角一模一样 她身高五英尺三英寸 体重103磅 长着一双绿色的眼睛 棕色头发中有一丝红色 她甚至拥有着与斯嘉丽一样的高颧骨 热心的电影爱好者阅读了由工作室刊发的影迷杂志 得知费文的父母分别是法国人和爱尔兰人 跟斯嘉丽一样 一些家庭背景的细枝被夸大了 某些情节甚至是编造出来的 但这无伤大雅 因为运用一些手段是造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而且从公众反应来看 费文已经是这类游戏的行家里手 但才过了几个星期 费文出演《乱世佳人》的热情就开始减弱了 在伦敦 他和奥利福的恋情近人皆知 柯达从一开始就维护这段恋情 借他们的浪漫爱情从英伦战火和21天中获利 但是在好莱坞事情就不一样了 塞尔兹尼克不愿冒险 容忍任何可能对他的影片造成负面影响的公众宣传 因为害怕出现这对小情侣分手的传言 所以他禁止两人住在一起 奥利福不想再拍片空档杆档 于是在1939年3月启程去了纽约 和凯瑟琳·卡奈尔在百老汇的 没有喜剧的时光中演对手戏 奥利福不在身边 费文只能集中精力尽快完成工作 好早日与奥利福团聚 费文经常超时工作 逼迫自己做到极致 虽然他在影片中保持了他的形象 但剧组其他人越来越能够看出他的疲惫 桑尼拉西是工作室指派给费文的秘书 他在乱世佳人拍摄期间 跟费文住在一起 亲眼见证了这位女演员的挣扎 可怜的小费文 他的心在纽约 却要努力把精力放在影片上 真是太痛苦了 他在六月份给奥利福的信中写道 有几次我真的以为他要疯了 有一天他严肃地告诉我说他会疯 我已经开始相信他了 夜以继日的工作 他从不抱怨 为了这部该死的电影 他快把自己累死了 唯一能让他体振精神的东西 就是奥利福每天寄来的礼物 信件和打来的电话 6月27号拍摄完最后一个场景后 费文登上了前往纽约的航班 然后奥利福就在那里向他求了婚 12月15号 乱世佳人在亚特兰大剧场里 举办首映礼并大获成功 雷鸣班的掌声让费文明白 他的表演超出了公众的期望 评论家们也一致对影片赞誉有加 1940年2月29号 当电影界的精英们来到国宾大饭店 参加第十二届奥斯卡颁奖典礼时 费文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 这一奖项的事已不可动摇 那一晚 好莱坞出现了许多个第一次 乱世佳人前所未有的 斩获了十项大奖 包括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编剧等 费文后来认为出演论是家人 对他的人生具有特别的意义 他证明了 只要角色给予他足够的空间 让他发挥 他就能演好 这部电影还让他在职业生涯中 得以凭借才华 得到与凭借美貌 获得同样多的赞誉 就是这一次出演 让他在文化意义上 达到了一种崭新的高度 这是同时代 其他英国女演员 都无法企及的 他表演的斯加利奥哈拉 具有超出想象的意义 首先是在美国 然后是在英国和其他地区 他通过对斯加利这一角色的塑造 成了全世界面对战争 贫困 压迫而不屈服的光辉凯末 那时的费文力只有26岁 但他发现自己 已然成为好莱坞 炙手可热的明星 1941年 茂文勒鲁瓦 在回顾拍摄1940年版 《魂断兰桥》的情景时 总是感慨万千的意义费文 因为他一直说 这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经历 《魂断兰桥》 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电影 剧本由罗伯特易 射武德鞭血 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伦敦 讲述了一个士兵 爱上一个舞蹈演员 最终天不遂愿 女演员迫于无奈 沦为妓女的悲剧故事 多年以来 《魂断兰桥》一直被传记作者 看作是费文演艺生涯中重要的一笔 这是一部颇受欢迎的电影 情节丰富有趣 但可能不怎么适合斯嘉丽 然而 费文坚信能令表演者 真正成长的唯一途径 就是尽可能地多地 扮演不同的角色 正是通过这些机会 她的演技才能得到锤炼 从而使自己走出乱世家人 给她设定的框架 电影中 她饰演的马拉 犹如精灵般在伦敦的街道上游荡 在电影的高潮场景中 她在滑铁路车站徘徊 向刚从前线归来的士兵们致意 忽然 她在人群中认出了罗伊 而她本以为她早在战争中死于非命 就在此刻 镜头戛然而止 费文微妙的神情 令人看了心碎 此处无声胜有声 时至今日 这个镜头仍是费文留给我们的 最凄美的画面之一 不在镜头前忙碌的时候 费文将大部分空闲时间 花在陪伴奥利福写 罗密欧与朱利叶的剧本上 然而 1939年9月9号 内威尔·张伯伦发表战争宣言 打乱了费文对未来的一切计划 对他来说 已经没有时间去思考演艺生涯了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 当战争袭来时 即使是表演事业 也都显得无足轻重 费文在1940年说道 战争将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于是他和奥利福把目光投向了英格兰 开始制定回国计划 并寻找合适的工作 奥利福的朋友达夫·库博 就任于伦敦的新闻部 他建议好莱坞的英国演员 最好留在加利福尼亚 这样才会更有助于未来的发展 后来导演乔治·库克 举荐他们出演《罗密欧与朱利叶》 并在美国各地巡回演出 这对于当时的费文夫妇来说 无疑是走出困境的最佳途径 然而塞尔兹尼克不愿意让费文参与演出 他认为在《乱世佳人》上映不久之后 让费文出现在戏剧中 对他的投资不利 但是乔治·库克的这一计划 似乎万无一失 美国文化以电影为中心 只要能够出演 他和奥利福就有机会 证明他们带来的文化效应 同时费文与奥利福二人也确信 自身电影偶像的耀眼光环 会吸引巨额资金 而且自从《乱世佳人》首映 两人宣布婚约以来 他们之间玫瑰色的浪漫爱情 对公众的吸引力就更不用提了 受到表演集会的鼓舞 1935年 奥利福在老维克剧院 饰演一位颇有男子气概的罗密欧 并身兼演员 导演和制片人三个职务 在一波乐观主义的浪潮中 他们自己投资了9.6万美元 费文以特有的热情 投入到朱丽叶这个角色的演出中 奥利福坚信 他会把朱丽叶一决演绎得淋漓尽致 丽小姐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乐而不饮 哀而不伤 她在接受杂志 现代电影的采访时说道 她会令每个人都感到惊喜 该剧于1940年5月 在旧金山公演 全场作物虚席 然而业内对这部剧的评论 却保贬不一 不久后问题便暴露了 该剧的制作无法达到预期 戏剧预定排得很满的部分原因是 之前的宣传透露给观众 他们会看到一对真正的情人 在公开场合亲热 然而观众们最终看到的却是 漏洞百出的布景 以及奥利福夫妇 缺乏天赋和气场的表演 但后来 他们正是凭借这两点特质 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戏剧搭档的 这部剧唯一获得称赞的是 费文的表演 并未像夫妇两人最初所预期的那样 两人可以获得一致好评 费文的外表十分契合朱利耶这一角色 他为表演所做出的努力 也受到了赞赏 但是百老汇经验丰富的专栏作家觉得 他缺乏一种 有力诠释莎士比亚式 浪漫台词深度的经验 该剧失败的癥结在于 奥利福所承担的责任 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 在批评家们的眼中 他们不过是学尖脑袋 想进入大剧院的小电影明星 正如费文的朋友 前记者拉迪·哈里斯 后来所说的那样 这部戏像千秋一样沉重 这对夫妇也因此失去了 他们所有的积蓄 失败的苦楚令人难以忍受 费文和奥利福一直滞留在美国 近况窘迫 重返英格兰也似乎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 直到1940年夏天 他们收到了亚历山大科达发来的电报 战争爆发之后 这位激进的制片人没有回到伦敦 而是选择留在好莱坞 督导巴格达大道最后一幕的完成 他也因此被英国电影界视为叛徒 科达不想再让自己和祖国疏离 于是他开始指导一部轻英的宣传电影 以证明对祖国的赤诚之心 科达延续了制作史诗剧的宏伟风格 以海军上将或雷霄纳尔逊勋诀 和社交民员艾玛·汉密尔顿之间 著名的爱情故事作为题材 他将这部剧命名为《汉密尔顿夫妇》 并让奥利福和费文担当男女主角 费文永远无法忘记科达的慷慨相助 战争期间 我在好莱坞扮演汉密尔顿夫人的时候 身上已经没多少钱了 这时科达给了我一笔奖金 多亏他救急 我才能把母亲和六岁的女儿苏珊娜 送往加拿大逃避战火 像他一样慷慨的制作人 恐怕没有几个 1940年8月30号 在影片即将开拍之前 费文和奥利福 在位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 圣巴巴拉的圣伊斯德罗庄园里 举行了一场秘密的午夜婚礼 他们之前告诉过媒体 等过一段时间 他们各自处理好自己的婚姻问题后 就会结婚 但是两人突然间做出了私奔的决定 这令费文自己都有些措手不及 事情一结束 我就马上给你发电报了 费文于9月4号写信给前夫 利霍尔曼时说道 我要是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就会提前写信给你了 事先知道这事的朋友 只有罗纳德和他的妻子 贝尼塔科尔曼 以及公关人 拉塞尔·伯德维尔 告诉拉塞尔是为了 拖延新闻发布会的召开 加森卡宁和凯瑟琳赫本 分别是两人的伴郎和伴娘 我真的不太明白 费文和奥利弗是怎么想的 凯瑟琳告诉亚历山大沃克道 但我还是去了 加森和我坐在奥利弗的 帕卡德车的后座 奥利弗开着车 费文挨着他坐在前排 我记得途中 他们两人一直很愉快 气氛也很融洽 之后 克尔曼一行人将游艇借给他们 这对新婚夫妇乘着游艇 前往圣卡塔利纳岛的阿瓦龙湾 开始了他们的蜜月旅行 费文和奥利弗费尽心思的确保 他们当天的婚礼 没有公之于众 希望因此 渐渐被人淡忘 第二天 他们躺在甲板上 享受夏末 凉爽天气的同时 也一直留心着新闻公告 事实证明 拉塞尔·伯德维尔的保密工作 做得很好 那天晚上 当他们终于听到 收音机里报道的新闻时 都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 两人的婚姻在公众眼中 以名正言顺 随着岁月的流转 他们的爱情故事 也成了一段传奇佳话 那亲爱的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读到费文和奥利弗二人 虽然遭受了些困难 但他们依旧秘密举办了午夜婚礼 成了名正言顺的夫妻 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 也成了一段传奇佳话 虽然由于战争给他们的生活 带来了些影响 但他们依旧活跃在舞台上 那之后 费文又会遇到怎样的角色 是否能够继续塑造经典呢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